請45分鐘 謝謝 謝謝我們主席 副議長 那市長 還有三類副市長 我們的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 電視機的高雄市民 媒體的朋友 大家早安 那我想 今天我們也特別 來做總質詢的 跟市長做一些 分享跟建議 那今天 今天我想 高雄市 那我們也在 民進黨執政 也一二十年 那整個高雄市的蛻變 我想所有的市民 能夠反映出來 大概就是 研考會的那個民調 那個民調 有很高的支持度 也有很多的認同 那但是 這個蛻變中裡面 我們到底還有哪些 我們覺得有一些 可以值得來做探討 或者建議的 所以我今天我想把這個 總質詢叫做 蛻變中的高雄 那有三個主題 那三個主題 包括我們在前不久 我想行政院長 還有市長也特別到 大林埔那邊 請聽大家的聲音 還有一個是長期照護 有關照護人力的問題 當然還有我們自己 在小港 還有中安路 這個地方 整個交通的 這樣的一個瓶頸的問題 我們把今天的 這個總質詢 你家這三個主題 來做一個分享 跟探討 那一天我想是一個非常感動的時間 我們從政以來我沒有感覺到 那樣真的聽到這樣的大林埔的聲音 因為長期以來只要到大林埔的人 不管是明代或者所有的觀念都很清楚 這個地方就是回饋金 然後抗爭回饋金 然後這樣的一個聲音 其實基層的聲音一直都沒有把所有的基層的聲音都講出來 那一天我覺得我非常感動 那三十個人代表背後很準 我覺得這個民調很準 大概也差不多七成到八成 真的就是支持千春 但是我今天的質詢 並不要代表說 到底要有一個預設立場 到底要千春或者不千春 但是我們知道是 就是在行政院長當天還有市長率 所有的事務團隊 請聽我們當地我們人民的聲音的時候 我覺得我非常感動 那種公開透明理性 大家面對面誠意的來分享 請聽你真正的聲音 而且那一天大家年輕人講得我都快有點掉眼淚 因為他們講的我覺得除了抱怨之外 不講以外 其他他們對這樣的一個家鄉的認同 還有對這個環境的掙扎 還有整個他對市府的期待 我覺得在當天都把他講出來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在這個當天之前 我想市長也特別跟很多的地方的領袖 已經辦了一個交換意見的這樣的一個會議 那我在這裡也非常的肯定 包括民政局 包括都阿局 這中間努力的過程 我這特別一定要在這個場合公開的 真的要讚賞 不是那麼容易辦這樣的一個當地 可以這樣沒有這樣的那樣的非理性的施厚 而是那樣大家直接面對 可以這樣非常有共識 非常理性去把他心裡的話講出來 市長真的不容易 我這裡真的非常肯定 你的市府團隊 包括我剛剛講的民政局 還有都阿局 深圳使責副市長 這樣背後 因為我也親身去把他當兵那幾天的 大家去跟地方領袖的分享 我覺得應該要跟他們特別的讚揚 所以在這一天的分享當中 我想好像第一個是發言的這個 他對國土規劃的這樣的不滿 那就大領埔的立場來講 當然因為台灣的經濟非常起來 犧牲了大領埔人民的權益 那我覺得在最後聽完ENDING的時候 那市長我覺得包括林全院長 這樣的一個非常謙卑的面對大領埔的 這樣的聲音 我們願意承擔起來 我們願意承擔 我們願意來面對 就像媒體所講的 大家不敢碰的市長願意來承擔 願意來面對未來 我想新草芽自治條例 新草芽的未來也是其中的案例之一 所以我在這裡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不管怎麼樣 市長我覺得不管是未來 我們為這個到底要不要簽春 我們不預設任何前提也好 我相信 我們只有一個願望而已 就是為了我們後一台更加好 所有大家希望的不管過去的種種 過去種種怎麼樣 是怎麼空氣不要 怎麼說我這裡的環境不要 交通不要 怎麼不要 沒關係 我們總是我們為了未來一台更加好 來做一些工作 所以 我們以致來覺得說 在當天 你那天 你聽大家東京的民眾說的時候 我就想說 到底 有這麼高的民意 說 我們就有七拼七拼八拼 說 我們想要來前春 好 總有一拼兩拼人 他覺得說 我就是覺得這個土地我就是要在這裡 我沒有任何理由 我覺得這就是我自己的金 這是我的祖先流下來的土地 那這個啟動的鑰匙 我們一直在想說 當地的到底要我們怎麼樣去讓他有這個共識 說 我們好 你除了有這麼多人都說要簽了要簽了 你們是不是 用大家 我們有這個共識 好 為了我們的愛一台 我們來前春好不好 那我想 市長也當面在那一天 也答應說 好 我們當然 在啟動的同時 我們一定會針對每一個個戶 個人家 開始全面的普查 而不是說 我們是很草率 像一個民調 就來做這個粗暴的 那個送醫而已 我們來做一個全面的普查 這個全面的普查 我感覺說到底 我們是到底多少的門檻 我們感覺說我們這個啟動我們願意來做 開始啟動這個千春的極致 我感覺最要緊 更加怎麼樣 我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 那我們其實是擔心 我等一下後面問的問題 哪有些人 我們真的說 我就真的不愛簽 這個人 他也不是不理性 但是 說實在 這個土地是我的 請你 跟市長說 市長 我們不要跟他簽好不好 我想我們一定會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整個所有的千春的工程 我感覺最大是感情的問題 而不是科學根據的問題 所以我講的是整體的共識 這整體的共識 也許需要大家一起來 怎麼解決的問題 怎麼樣讓這些 勝過於這個感情的因素 最近 那我們也把另外比較科學的根據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在101年 我想環保局有做健康風險評估 這是一個初步的數據 那很多的我們的議會同仁一直在講說 我們都沒有做健康風險評估 其實我們是有做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是在針對臨海工業區 那我們想這個數據 不管是本 這邊都是比較屬於高致癌的物質 包括本甲醛乙本 綠乙烯還有乙醛本乙烯 這些的數據 我想都是一個當時候的數據 那當然還不至於到致癌的標準 不過我覺得環保局這邊已經很努力 我希望能夠更努力 把它做這樣的減量的計畫 來要求廠商 這是第一個 我們健康風險評估的數據 第二個 也跟市長做一個數據的辦法 這個是101年當初 我們的計畫裡面另外提出來的 我想可以很清楚的 我想衛生局也可以很清楚 可以跟 101年其實在整個高雄市 每十萬個人口裡面 到底這是我們所有排行榜 死亡的死亡率的原因 我想第一都是癌症 那這癌症裡面 十萬人大概全高雄市 平均是143.5 那大臨埔這個數據是134.5 就是說 大人沒吃 其實也不至於說你在這個健康 健康風險評估裡面的 這樣的癌症的每十萬個人的比率 其實還是低於這個數字 我想這個數據 是讓我們大人沒人 還是我們所有的市政府這邊 有一個科學的根據 這是數據比較多的 所以經過這兩個數據來講 當然在那天大家民眾的聲音 其實都對環保的議題 真的很大 也很要求 當然我也當然我們看到這兩個數據 我們不然要看戲還是要怎麼樣 我們覺得說 我們也是要持續對這個環保的要求 來做一些更強烈的 怎麼這樣做減量 我想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 這個是一個科學的一個數據 這幾年的數據 我們非常的高興 我們的小港醫院 能夠在今年 能夠在今年辦 我們在沿海地區六個禮的健康檢查 那這六個禮的健康檢查 其實阿修是有點高興 那我之前也跟我們的衛生局長做個抱怨 而且非常的 講得非常嚴肅是 本來這個在去年就應該要做 可是衛生局裡面的人竟然說不要做 這是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今年我們是等於是跟他苦口婆說 這個錢來自於是一個台電的回饋金也好 或者不容易有這個一千六百萬的錢 我們怎麼會拒絕來做這個這樣的一個風險的這樣調查 而且針對這樣 所以我在局長上任之後 也特別跟局長說 我們好不容易有這筆預算 我們不可能有這個醫生怎麼會把這個推掉 而且這樣的非常的不願意 我想這個心態 我想局長應該也知道了 我覺得明年在我們當天我們大林埔 在做健康檢查整個這兩個數據之後 他們對不管是做健康檢查或者做健康風險評估 他們其實都很期待說每年又繼續來做 甚至說不要只有針對四十歲以上 所以我想局長也聽到了 環保署長第一次出來發聲說 我這條錢我來出 所以局長要記得這條錢會記得給他付 我們這個錢其實是很不容易爭取的 因為全面性的在這一幾年當中不管簽或不簽 但是我們對這沿海六里的照顧 我想我們應該也要這陣子或這段時間 一定要好好的來做一個延續的檢查 所以這個健康檢查我想應該很清楚是 其實我想這個結論已經出來了 那我也特別來做一個報告是 結論很簡單是我想最主要還是老人病 說實在老人病 並沒有去把特別說 我們到底這個健康檢查在大部的 到外面一般不是在工業區附近的居民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一樣就是包括 就是包括我們的最主要總檔過程 我想這個都是一般國建局裡面 所有大概四十歲以上的中年老年人 他所犯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數字 所以我要說的話 包括高糖化血色素 這都是糖尿病的 還是說你檔過程相關 我想這個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所以我想衛生局應該也 健康管理科應該也可以來著手 它所謂小港醫院給我們的建議是 怎麼樣做這個地區的健康管理 我想這個應該把它納入這個明年度的計畫裡面才對 那還有當然還有比較更多的比較可喜的是 在這一次的健康檢查裡面 也因為這樣篩選出本來沒有發現癌症的 包括五個肺癌初期的肺癌還有乳癌 所以他們其實非常非常的感謝這一次我們的小港醫院 這一次的健康檢查 每一個里長都非常非常的高興 讓他們裡面可以得到 因為這樣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所以另外一個數據是 除了健康檢查之外 大家都想要了解說 我們到底我們大臨埔的居民 他的尿裡面 他們對這個重金屬其中有一樣就是生 可能大家都開始做出來的時候 可能大家覺得很怕 那時候我想師傅這邊也非常驚訝說 為什麼大臨埔的居民 那個生的含量 體重的含量大概四十幾% 這四十幾%其實當初 後來大家對一個整個問卷調查 跟居民的這樣訪查之後 才知道說 原來大臨埔的人很愛吃海鮮 很愛吃海鮮 所以我們不管未來 我們當然明年 我們也請衛生局能夠再加強 這個數據的進一步的檢查 包括有機無機的生的 進一步的生化檢查 我相信說 能夠更具體理經我們小港醫院的結論是 大臨埔是真的吃海鮮造成這個生 高度的濃度這麼多 我想這個生說實在就是像以前的 所謂的五角病的來源 當然我們沒有看到五角病在大臨埔 所以這個數字 我想也請局長能夠具體來做這個最終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健康的風險裡面 我們也健康檢查還有健康風險評估 其實我們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數據了 所以我們那天我相信三十個裡面 有具體的一些結論 我相信也在這裡跟大家報告說 第一 一邊或一邊 有合理嗎 第二 我不能前春之後還要大 跟紅門港前春一樣 我後來就要再派一條小 我四五十歲了 我不可能後來你幫我補助之後 我又外面買一間房子 又快點房貸又派一條 第三個 他們希望 全村感情很好 我們整個都來春都來簽 這三個訴求 那我們把這個地價都出來說 到底到底合理合理 我覺得也很合理 這個是我調出來 從地政局那邊調出來的 八十五年到一百零五年的地價 我們扣掉屬於工業區的 像南紫區 像小港地區 我們的大林埔是在最下面這一層 那上面當然是一個參考是二零 其實以修江來說 一個工業山 工業的這個窟 其實這個地價 實在是生長悠寒 但是我們看到二十九期的 就不一樣了 八十五年 這是一坪大概五萬五 一平方一平才五萬五 現在差不多 我看的數據是應該到 十八萬多了 十八萬多了 所以我要講的 其實在二十九期 我們現在二十九期 以前就是參考 八十五年之前 其實就是參考 所以他以前大老婆 那個時代 對照二十九期的時代 其實我看全部超過十八了 差不多十十八的價值 那個價值 所以 你他們的 去訴求說 一邊換一邊 我們如果用實際客觀的數據 來說一邊換一邊 我們如果說幾十八 幾一個十八的換算 現在大老婆一邊 差不多三四萬 比 副議長他們大老婆那裡 農地還不得 現在農地 在爸爸的腳那裡 農地 有哪一邊發到五六萬 所以 真的比 大了的農地還不得 所以 在這個一坪換一坪的訴求當中 我們把這個數據 把它調出來 我跟他講 不是不合理 而是相當的合理 我們是因為工業區 在我的行程區裡面 造成這樣 扼殺我的財產 這是我們把它調出來的 地價的資料 所以我們有一些想法 市長我有些想法是 我們覺得這個平均地價裡面 我們如果要來談 我們把那個應該把過去四十年來 我們把它扣掉 有真正是工業區 包括南馬圈 包括修工這裡 我們把它扣掉 平均四十年 平均看地價是多少 來跟大林埔比 看看 如果沒有工業區 我們這個地價是有一個客觀的數據 第一 我們當然對這個房子跟地價 這個賠償的基準 我們當然要賠償 但是這個賠償的基準是怎樣 我相信剛才也在傷腦筋 很多單位 我想很多人在傷腦筋 到底這個所謂是要怎麼算 第三個 我們其實是在想說 如果要公平正義 應該是請現在的中鋼 中鋼這些的國營事業 用一個回饋基金來建這個房子才對 不是我們市政府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怎麼法規也找不到 我們應該請他來幾期你來去房子 最後一個 如果按照審某說我真的沒辦法拔去 人民有錢有住的自由 他真的沒辦法去住 他要去集中的地方 我們總是來補助一支祖金 我覺得在這幾點的概念裡面 我們會在這個時候跟市長做一些 這樣的經驗的分享 跟想要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們在這個大林埔 這一次的面對面的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已經很具體 而且我們也很清楚說他們要的是什麼 但是他們不是說要的是什麼 不是我講的要的是什麼 而是說到底是 我們已經給我把我這個環境用到這樣啊 我們希望說你總是把這過去幾十年來 我們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更應該尊重我未來居住的正義 還有為了下一代著想 所以我想這樣的想法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在大林埔未來的千春或者不千春 不管怎樣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希望有一些具體的共識 當這個共識能夠達到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是應該是市長 覺得最愛直接面對 覺得最困難的 當天我想很具體 就是要希望老在那裡說 我真的不想簽 我要等待在那裡 要等待在那裡 我們其實在這個人權的社會裡面 我們這個國家裡面 我們其實是苦口婆心說 現在這個環境可能有跟肉 但是那後輩也簽春了 總是我的後一代應該是比現在更好 這個共識 我們怎麼樣說服這些少數人 真的不想簽的人 後輩真的要簽 所以我們其實是擔心這個 市長的好意 很多人不是不領教 而是他死守了這塊土地 他真的不想走 我們不樂見很多現在 包括齊山市場 包括所謂實權的國外市長 這樣的很多人不遵守公民正義的原則 死守在那邊 我們還要動用公權力 但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是怎麼樣說服他 那少數也許是10% 也許是20% 這20%的人 到底要做 請你我真的 很感謝你說 有這樣的一個魄力 能夠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是人擔心說 最後一個問題 感情的問題 情感的問題 怎麼辦 我想這是我們面對 面對未來 我覺得唯一的可能 就是我們用這個共識 怎麼樣去談這個共識 讓居民說 好啦 我們真的這真壞 我們阿伯 我們的孫子 應該要來簽來報位 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們必須最實在 而且最需要面對的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 是不是先這個階段 是不是先請 我想使者是對負責這個案子 是不是副市長 我覺得你的溝通能力 是我超乎想像的強 而且你的這樣的一個說服 我覺得很多人都不認識你 可是突然間冒出一個人 來跟你溝通 怎麼會這麼會講話 這大家對你非常刮目相看 這是我的 真的是這樣 那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 最難的是共識 最難的是共識 其他我覺得 怎麼來找法規 我覺得我們都有法度 只要我們要做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於共識要怎麼辦 我看你就要面對這個階段 實則副市長 是不是可以先回答這個問題 來 副市長 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的關心 確實沒有錯 這個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 是為了共識 要讓他達成 但是既然 我們叫齊頂委 基席跟議頂委 這個態度 都很清楚 我們基本上 是先尋求共識 也就是說 我們先面對問題 但是我們不先預設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動態的方式 那我想面對問題 最好的方法就是 除了誠懇 透明公開以外 我是覺得大家也要給予一些時間 所以那天一頂進入 之後 史雄希望在每年來啟動 這個大林普計畫 大林普計畫的啟動 首要就是說普查 所以我們現在 屬於雄 都發 跟民政局也積極 在準備這個普查的過程 這個普查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雖然我們在做台灣會 有網路直播 參加的民眾的比例 我想可能是在現在 居住在那邊的比例 達到十分之一以上 但是我相信 應該是很多人 沒什麼清楚 我們主要的這個 價位的情形是什麼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普查 等於也是一個徹底的一個 面對面的溝通的過程 那我們也要讓真正居民的看法 呈現出來 到底是5% 10%還是20% 我想這大家現在用 要的 沒效嘛 那就下去普查 一對一 每一個民眾都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他會出現 他的意見就是 不管什麼樣的條件 他都不要搬 還是說 在什麼樣的條件 他願意搬 我想先把這個所謂 先把這個真實的民意狀況 呈現出來 我是覺得我們再進一步來討論 那萬一 大家說 煩惱的就是 也是一定的人 不管什麼條件都不要搬 這要怎麼面對處理 因為我覺得現在太去找 太早去 預設這個狀況 實際上就是 夾進跟現在溝通的困擾 但是我想 回應議員剛剛所講的 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說 這是跟 盡情我們所堵到的 非法佔用 不一樣 是市府的土地 是人民的土地 這個搬遷的問題 完全不一樣 大林埔 都是他們屬他們的土地 所以這完全是不一樣的議題 我們是要解決 過去國土規劃的錯誤 我想這部分 可能要包括議員 大家當這道沙崗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市長等一下 把這三個議題都講完 請市長同意來做一個回應 第二個 就是我們講到長照這一塊 那我記得我在上一次的 質詢裡面有提到長期照護 那這個月 我們的長照2.0 就已經開始實施 那我也在 我也在那個 這個會期當中 也特別辦一個公聽會 那我其實只有針對長期照護 這個人力的問題 來做一個公聽會 因為我把它的 這樣的一個焦點 放在這個人力方面 那很簡單是 我覺得 長照要未來真的能夠很穩定 而且能夠不會造成民怨 我想照護人員的這個制度 還有它很多的規劃 針對人力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的中央政府 真的要趕快迎頭趕上 而且要非常的能夠去做整合 包括原來的衛福部 還有的勞動部 這兩個單位怎麼樣去做一個整合 因為就單單一個照護人員的 這樣的一個公時還有制度 兩個單位就不同掉 包括怎麼樣去實施 去做地方的這樣的長期照護 daycare等等 衛福部跟勞工部也不同掉 如果小英總統 中央裡面他民調是這麼低 我們願意給他時間 我覺得長照是一個很好展現這個政績的機會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人力的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 當然 我們有兩個最大的因素 一個是裁員 另外一個是照護人力 我也必須說 到底這個裁員 當然那是屬於中央級的 我們不便宜去表達這些任何的意見 但是我也覺得你從遺產稅 你從稅捐稅 你去從政府的預算 來一加二加三 來編我們長照的裁員 市長我還是覺得 這個都是 一個不穩定的 遺產稅多 我想我們的出發點很清楚是講公平爭議 因為你覺得說 富人的稅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 我們長照的利 但是富人稅 那是人夠人夠賺錢 我覺得這個觀念 我們覺得有點偏差 第二個 我們如果是淹稅 大家現場不一樣 有的人要補分 有的人要補分 有的人可能打補零 每個人的消費不一樣 我們單獨只有針對淹稅 來做一直提高 也不是辦法 那如果說講到預算 醫生 我們現在很多的 都已經普遍補足 包括不管哪一個單位 教育也好 公務單位也好 其實都是捉襟見蟲 我們怎麼樣去能夠補足 我覺得 如果是用保險法 也不是一個不好的方法 這是我覺得 我可以在這裡公開 來跟我們跟市長建議的 如果這些是未來 因為老人化的人口 越來越多 我們需要承接的項目 也越來越多 這個是越來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前動 那第二個人力的部分 我想我們在上次的中央 整個台灣 我想不只有高雄 最起碼缺了六千四千到一萬二 這個都是看 這個其實都是保守的 這樣的一個調查 在前些時候 勞動部說不用學歷 他就可以用九十個小時 訓練就可以來當 招呼人力 第二個 教育部說他每年可以培育五千個 我覺得這個是空檔 為什麼空檔 因為他沒有制度 年輕人不願意進來 第三個衛部說 他想要規劃長照替代役 這個實在是有點誇張 所以單單在中央裡面 這讓我們在地方裡面 無所釋從 我覺得就無所釋從 所以我在上次建議裡面 我也跟市長報告說 在行政院裡面 我覺得如果真的 我們要讓我們的國人有感 長照裡面應該著手 把這樣的一個最基礎的政策 應該要好好的把它弄好 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的年輕人 有些願意去投入 招呼人力嗎 我們不是要去 公教少年人不愛去做 實在是不知道要怎麼做 因為沒有未來 我們沒有制度 我阿伯還做兩年 我也是叫他去 在這裡 我們沒有升遷 沒有尊重 薪資這樣低 因為他不是一個可以讓你做 製業的職行業 一個政府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職業 可以讓這個未來的這一代 包括年輕人去做投入 他可以做製業的 我覺得就是照護人力 應該要好好的把它搞好 所以我剛剛講這三單 從中央這三個單位 我就替我們地方 第一個無所釋從 第二個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未來就是已經已經開始整個實施了 那些人力還不知道怎麼樣去做 抓那些來投資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再來我想我們上次也跟衛生局也特別的建議說 是不是還有社會局也特別建議說 是不是我們的照護員 我們的名字跟照護秘書 照護督導 照護什麼都可以 我們不要那麼樣的輕率 去把一個國家已經政策 已經都做了 腳不要去把它用得好 我們把它用得好 這樣不行嗎 我們既然都已經 在實施這個政策 為什麼不要把它證明好 把它政策規劃好呢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我們中央也好 地方是可以來做得好的 是應該可以做得好 為了未來 我想長照這一塊 是應該可以讓我們的國人有感的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像日本韓國 我們的亞洲國家 其實他們都是有分級 我想市長也有去參訪 國外的照護的一個動態 不管怎麼樣哪個單位 其實對照護的分級 制度 薪資 勞動條件 其實我們就把它規範得好好的 自然而然 大家 很多年輕人 他喜歡這個 他就會去從事這個 那現在不是 現在都這裡 南制度都沒有 我們只是說 我們現在要制度 社會局說他們現在也有在訓練 衛生局 我們這也有在訓練 勞工局說我們就發包一個單位 我們就這個 以訓練的發包 給哪一個團體來承接 來做這個照護人力的規劃 哇 就單單這樣就非常非常的亂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 種子曲裡面 宇宙新廠 能夠把這個照護人力 未來的行政院裡面 能夠真的把它做好 讓我們地方的政府 能夠讓他怎麼去做整合 那不 我希望長照哥上路之後 我們只是在那邊空談 講那麼好聽 我覺得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亂了 我們就單純照護人力 我們就可以做的啊 我們是真的非常希望說 能夠把那個基層的東西 把它做好 我相信 我們民進黨願意承擔 把過去 不管過去怎麼樣 但是我們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個照護 還是會讓人們去抱怨 所以我們包括學校 教育部說要買一張五千塊 我先問一下教育局好了 好 局長 教育部說他可以去 把照護人力訓練五千個 你覺得高雄市可不可能 我們高雄市訓練五百個就好了 局長有沒有可能 這個必須要跟我們現在相關的 這個學校去合作 那有志從事這方面的訓練的 投入這個行業的 才有可能有機會接受訓練 可是目前這個計畫 他還沒有啟動 還沒有啟動對不對 請坐 請坐 局長請坐 因為所有的大專院校相關的科系 我想我也都很熟 那很多年輕人只要聽到 誒 是老人科 大家都想說 這科買好了 來運動休閒好了 因為他們覺得這行業 不是要做什麼 現在去 我去幫老人換藥主 也很奇怪 誒 這個是基層的行業 但是這個東西是一個奉獻 而且當事業的話 我們未來要怎麼規劃 我們讓年輕人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而且印象擺在那裡了 所以剛剛教育部說 我們那個資料裡面 教育部說要五百 要五千元 地方政府也不知道要怎麼去哪裡做 因為你制度用不好 你只要叫年輕人說 我不管 校長你就跟我說 我這個給你五十歲 你把我訓練出來 你有證照 就算了 那五十歲 還是多訓練 沒差錢 我覺得還是沒差錢 第二個 我們培訓 我們當然最大的來源就是培訓 長照是照顧老年人或失能的 去跟照顧照顧人力 如果是跟老的人去照顧 那些人 有可能未來也很年輕 就去用照顧的人 所以 照顧人力流失的快 非常的快 兩聲跟三聲而已 我想高雄市這邊這個數據 台灣差不多都是這樣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們高雄市 但是我們其實都是很想說 阿不然我們高雄市 我們先來發嘛 我們的照顧會證明 我們先來講嘛 我們跟行政員說 我們高雄市要怎麼做 我們又怕說倫理之間 又犯了中央的禁忌 我覺得我們就先做也沒關係啊 我們就來做 我們做給他們看啊 讓他們覺得說 這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啊 唯有這樣 少年朋友都知道說 我投這個科學 還不用這個資源浪費掉 他練這個要幹嘛 沒有未來啊 我們現在很多大家在院校 在做這個訓練 非常的多 老人的科 老人休閒什麼 這個相關科系非常的多 你要調查起來 你要做照顧人力嗎 大家也點點 大家有可能去手說好啊 不然我覺得不錯 我非常喜歡照顧老年人 如果有很多年輕人 三聲四聲的時候都說 我真的要照顧老年人 我們長照就成功了嘛 我們長照就成功了嘛 第二 所以我們在這個人力的來源裡面 我們甚至在國外 歐洲的國家 還有把家庭的子女 因為一些人力不一樣 我們自己的子女要自己照顧 這個子女就讓他訓練 直接就是照顧人力嘛 但是我們給著以補助 比較少的錢就好 這個也是歐美他們會 國家他們在做的這個事情 所以不管是學校 要培訓也好 家庭子女也好 這些人力來源 我想很多都是可以 很多先進國家都已經去做了 我們為什麼還貪在那邊不做 都已經在開始實施了 所以我們會具體的建議是 我們希望有一個合理的制度 讓人想要去照顧人力這個行業 第二個 我們也希望能夠多軌的人力來源 但是這個多軌的人力來源 我是一大學生 但是我的訓練 我再來做這個照顧人力 不過有的人90點鐘 我就能做照顧人力 這個是不符合公平正義 那唯有制度才能夠 把這樣做一個改善 所以你如果多軌的人力來源 我們希望能夠合乎公平正義 第三個 漸進教育的課程 來共創照顧人力局 被照顧者雙眼 因為我相信說 我們有這個好的制度 不管是你去做照顧人力也好 還是去跟照顧也好 我相信我們在進一步的教育再訓練 才能夠共創雙眼 喜歡去照顧人力 喜歡從事這個做制業的人 當然就更好啊 我感覺就更好啊 逢照顧也更有品質 人家照顧我三天說 那人又不看人 因為我感覺那不出名 就再照顧他了 這個狀況嘛 好 我想 照顧人力 我在這裡 可能有點鬧鬧 但是我覺得 我是語重心長 來做這樣的建議 最後一個 我想 要講的是 修鋼這個地方 修鋼桂林這個地方 大魯閣草牙道的開幕 我們其實是很緊張 那個地方開幕之後 是不是喔 交通很亂喔 所以交通局長 我們把他落到 他們也規劃好多的動線 其實最終我們都是 還好 在這個可控制範圍 那 在這個圖裡面 我想這個是 我們的中山路 到中安路的這個圖 這是衛星的圖 叫出來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市長 中安路到中山路 這裡我調出 一百空三年 一百空四年 這交通案件 如果 一百零三年 總數是一百三十一 一百空四年 一百四十 那一百零五年 是現在九十年 應該是跟工廠 完工之後有差 比較少 比較少 但是我要發覺說 我們等這樣 差不多三天就一 一次車好了 理由是跟我說 差不多兩天一早 我幾乎每天 有的不報案 有的私下和解 那些地方就是這樣 那 我們把這些數據 調出來 這個是好幾年前 還沒有做這個砸道 的中安路跟 中山路的路 這個地方 規劃得非常好 四線道 大家覺得說 這都很宜蘭如意 很好啊 這個地方 但是呢 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那個巴巴 我們這個砸道 貨櫃專用道路 建了之後 這個地方 也不一樣啊 這個整個都堵掉 所有 單單 這所有的車道的 我想三分之一不為過了 所以中山路 要去到中安路 這裡看 金門就非常的 賈窄 這邊這裡有一個大火車 這裡有大火車 要去 兩邊交雜 所以這個是我們 從這個中山路看 這個桂嶺 到中山路的地方 這是砸道 一樣 兩邊的左邊 這邊都沒有空間了 包括 所以我要說的是 在最近 我們 為什麼要提出這事 市長 因為我們的地震局 我們把原來 這個 台塘的土地 中安路兩邊入口 就是大魯閣 對面 我們把這四塊 台塘還有一兩個 私人土地的這個部分 我們最近做重劃 而且就正在辦理規劃 也告一段落了 這個 我們非常非常的樂意 地方的發展 這是我們雙手 非常的歡喜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因為這裡公共設施了 原來 這個地方 市長這個地方 我們剛 我們剛剛有一張圖是沒有 這個地方 我們會具體的建議 我想你這裡也把市長建議說 有沒有可能 中山路 或過來中安路 這裡把這樣的一個 拓寬 把它拓寬 因為它面臨的問題 可能比較少 因為台東的地方 比較多 好像只有兩個人的 私人的土地而已 所以這邊如果不拓寬 未來這邊的進出 其實車流量 真的都擠在這邊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希望拓寬之後 能夠棄機車分流 棄機車分流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交通局長可以先來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再請我們市長來做回應 來 記者長請大夫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 有關這個中山路到中安路 這一個交通的改善 過去我們這一兩年 也做了持續的改善 包含那個分隔好的切割 燈光的照明 至於說在中安路進去以後 如果道路的條件是可以拓寬的話 當然是可以改善 來容納更多的這一個車輛 那就像剛才議員所提到 目前因為涉及到這個土地的徵收使用 那之前賴瑞隆立委還有議員 也都有召集相關的這個會看 大概大家也有一些共識 如果是可以透過那個中安路 覺得我是希望你們的專業能夠給 我不管是哪個要 像都阿局一個很具體的建立 這個地方真的需要拓寬 如果沒有這個地方 基本上是沒辦法 我覺得交通局你只要講這樣就夠了 因為你是你們的專業 有到沒有 我覺得你還是要表達 不管這個未來都市計畫能不能夠拓寬 那個是兩回事 所以局長是不是用比較簡單的話來談 對這個地方如果說道路可以拓寬 它的容量會比較大 當然有助於這邊的交通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的那個大型車輛 會匯集到中安路 那是目前的狀況 我們要看整個全體的路網 我們在新生南北高架那個地方 未來整個南端的部分 如果說完工 它會透過這個高架橋 會直接進到這個中山路上 透過那個漁港快高架進入到中山高 那這個時候應該可以消解這邊 我想時間的關係 就中長程 就短程中程的規劃 我想跟局長這邊有一個規劃給我們 那未來我想就請教一下市長 來市長請答應 謝謝副議長 謝謝鄭議員 我想鄭議員非常關心大老婆全村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都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 那不過大林埔的鄉親 也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 也一再的表達他們有千村 或者那個地方基於環境的正義 已經不適合記住 那這個我們都感同身受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在今年的10月5號 那我帶著我們市政府相關的局處 那到行政院跟除了跟林院長 還有相關部會 我們跟他做了一個說明 但是我們這個說明報告只是說 院長建議院長應該來傾聽大林埔鄉親 大家人的心聲意見 質疑要不要千村 會不會千村 這是尊重大林埔鄉親 大家共同的決定 只要院長一生要來大林埔鄉親 聽說他們的鬱子 要他們的心聲 頂頂我想我很感謝林議長 一聲就答應 也就來我們大林埔鄉親 這是我是感覺 國境從十大建設國公營的事業 環繞者大林埔 紅毛港的千村到現在 我感覺從整個最高的行政所長 願意傾聽基層人民的聲音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 也是好的事情 第二就是說在家 不管到地方的頭人 理長 那個公廟付出人 包括教會等等 我們在跟他們的溝通 都是透過網路公開 網路公開轉播 給問一個人 承受一個壓力 說你們誰 是不是黑箱作業 你們誰有去講什麼 都沒有 我會認為未來大林埔的千村 都是一樣 透過透明公開 大家共同的協議 當然也在這樣的部分 中央相關的部會 中央相關的部會 市政府相關的同仁 我們會努力跟大大部的鄉親交通 當然一提出來的條件 是不是可以中央 這個部分 是不是都讓大家滿意 這個當然要過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用很多時間精神 繼續和交通 我會認為 就是由中央有一個客觀公平的環境 雖不滿意 大家雙方勉強可以接受 那這樣才有可能 來達成千村的目標 如果大林埔的鄉親 決定是不千村 那我想我們也會尊重 但是我想院長 包括民間的環保團體 也一再的提到 如果要不要千村 當然大林埔的鄉親來決定 不過在阿北千村以前 是不是我們市政府 中央政府 共同對大大部的環境 空氣污染頂頂 也是要努力來做改善 這個我都是完全同意 我們也是第一個 現在整個國公營事業 八百多隻的煙囪 都是圍繞著我們大林埔 包括我們的林鄉地區 在這個地方 污染最嚴重的地方 市政府應該 包括中央政府環保室 對這個地方 也是要特別關心 也是應該前階段 也是很多 有一萬多個人 一萬多婦還住在那個地方 我會覺得也是應該給他們 一個合理生存居住的環境 這個我會覺得院長 在最後也是做這樣的一個財事 這個部分我會要求我們的環保局 我們會用嚴格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部分來逐步改善大林埔的千村 大林埔環境周遭空氣污染等等 這個我們會逐步來改善 千村的問題 那我們大概會啟動 啟動挨家挨戶 來做一個詳盡的調查 我想每個人都有權利來表達他的意見 我要說過千村不千村 都是尊重大林埔的鄉親 那我會覺得說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願意在我們剩下兩年多的任期 我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為大拿破這個部分 能夠把這個方向 能夠大家共同達成一些協議 那我們市府的團隊 會很認真和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承認我們會了解 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 不然我們都會賣萬里 頂頂這個我們也理解 不過大林埔的鄉親 紅筆桃的鄉親 這過去都是我的險區 那我會覺得 我們是真的非常關心他們的狀況 那我們也會盡可能來做一些改善 那我會要求我們的環保局 在未來若干我們應有的一個相關經費的使用上 包括健康風險評估等等 我認為這改造的部分 市政府的最大的力量 在這個部分應該跟他們照顧更好 還有第二點就是我們中林路 中林路從整個崩塌到現在已經一年多 我個人是非常的不滿意 我認為整個台電包括四周圍的環境 上面是怎麼走路 這是大林埔唯一對外的道路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 整個都處理到不太舒適 還有不太安全 我覺得這都是不應該 這個部分我會再跟中央表達 這個部分我會覺得對大林埔的鄉親 非常的不公平 那另外我也要求我們的環保局空屋基金 包括我們的公務單位 我是認為說在大陸這個附近 四周圍的環境頂頂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改善 改善中心 要可以整理環境清洗 包括應該有的歷化環境 要讓它更舒適 這都跟前川無關 這本來就應該要做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會來盡力 因為時間的因素我們非常謝謝 曾一眼有很多很好的意見 包括長照的意見 包括中安路的拓寬等等 我想我想曾一眼是我們前鎮小港地區 過去的中安路過去的二年 跪臨那個地方跟現在幾乎是兩個世界 不過市府的團隊在這個部分 還是要更加努力 這個部分未來 不管是整個重劃新的建設等等 我們都會尊重地方很多民意代表 給我們很多好的意見 我們都會重視謝謝 好 謝謝 知情完畢休息十分鐘